狗女兒離開之後 我跟我老婆一直走不出狗女兒的傷痛 到現在還會 我們會輪流哭 那個教練一放手的時候 我都想說 每次他最早就是去跟他見面 就像我工作上其實很多不懂的 也都問哲雅哥 然後哲雅哥也都會 真的是很用心的看到我 我覺得他就是有點像我的哥哥 有點像我的師父 就也不要 不用這樣 真的啦 真的啦 因為我很多 其實我一開始不太會講話 也不太會主持 尤其我跟他出去 這次真的體驗到 就以前我在他這個年紀的時候 因為我們大概差了八歲 然後我在這個年紀的時候 我們公司帶我出外景的時候 工作人員都會說 我好像帶一頭拉不拉多出外景 所以我問一下 所以這次我終於知道 什麼是帶一頭拉不拉多 當時我出國菲律賓的時候 我出國錢就長減了 所以我其實身帶很不舒服 也不能講話 所以我整個過程 其實能休息 我就盡量休息 可是他就是很有熱誠 去拍每個地方 揪我去探索 然後揪我健身 然後就真的很像一頭拉不拉多 他擦一點手指後斷掉 我們前面要去砍椰子 然後那刀超利 我當下顧喉嚨已經快累死了 然後我們的翻譯大哥 有時候可能有些 太多那個不同方言 然後他會不知道怎麼翻 就我光顧這兩個 我已經自顧不起來 我只跟他說 小心那刀很利喔 就一個嗨一削 然後那個好險有戴手套 手套整個裂掉 然後就一斷 真的還好戴手套 我那時候就這邊整個被砍進去 還好是因為有手套稍微擋了一下 不然我應該是直接一半 一定一半 直接一半 我出去前有些人跟製作單位說 我老婆不准我搭這個事 對 然後因為他覺得沒必要 讓自己往死裡去做這個事嘛 所以他跟我說 熱氣球 輕航機這種都不准搭 但是你都搭了 等一下 沒有熱氣球 不要害我 是因為到那裡 因為輕航機那個當地的氛圍 然後第一天到我們太開心了 然後我也評估了 他的確那些合法的 還有那些安全措施 都有做到 我現在來是賣 是有點犯累那種 因為你會覺得 好險沒事 或是回去完蛋了 我兩年前狗狗走之後 我就很多愁善感 所以那時候 因為我狗狗叫棉花糖嘛 白狐狸剝美 所以在看我雲很近的時候 我都覺得我離他很近 所以我流淚是有一點這個原因 那個教練一放手的時候 我都想說 沒差最早就是去跟他見面而已 我是這樣 我真心的 我真的這樣想 就是最早爸爸來見你這樣 那當然還是 還是要 活著回去照顧妻小 對 狗女兒離開之後 我跟我老婆一直走不出 狗女兒的傷痛 然後 因為我們都知道 比如說我女兒現在很可愛 可是我們常常就是會 晚上會 抱著哭就說 小麥啊今天好可愛喔 嗯 但牠不是棉花糖 因為狗狗跟人真的不一樣 我們還是會有那個遺憾在 對 然後所以現在就變成說 慢慢的轉移吧 慢慢把那個對 大女兒的那種愛 然後轉到 跟女兒的相處 一點一滴囉 到現在還會 我們會輪流哭 晚上自己想到某些事情 因為 我那時候 那我第一隻養的狗吧 然後 所以我帶牠做了很多事 所以每次去什麼地方都會影子啦 我在每個地方 不知道怎麼入睡的時候 我就一直想著 當年跟 梅花糖在一起的時候 會唱了一首歌 然後唱一唱我就睡著 就抱著我頭部 對 就抱著 就是會 就是蠻多走不出來啊 不用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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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